哎,左下腿好像没有劲的感觉 没有劲的感觉 我这个时刻我看到 我现在眼前看到的是那些大白啊 那些大白啊 现在好像没底气了 脚底下也没劲了 原来也不知道谁 谁给他的权利 也不知道谁给他的权利 也不知道谁给他的权利 那个白色的服装的 往生一串以后至高气 他以为就获得了权利 爱怎么撒威风就撒威风 爱怎么撒威风就撒威风 现在一夜之间的感觉情况不妙 而且两夜之间以后人家知道要追究他们责任了 有的人是逃跑了 有的人还在所谓的介绍岗位 现在老法也不一样了 首先查他们的合作怎么样 甚至有的人传他 你这个检测机构的营业资料在哪里 他打了一个棚子嘛 然后又查他那个从业资格证在哪里 一夜之间翻过来了 一夜之间翻过来了 那些才能顾解老鼠了 这个社会就是无法无限的社会 不是个法治社会就是这样 人获得一点点小权利的时候 把它发挥到极致 然后还不断崛起权力 然后小气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 封控一个没有吃的东西了 他自己高价宝买还送不进来 只有要买那些纸巾的 封控人员纸巾的地方 架个贵的钥匙之外 而且只能得到一点点 也得把人家卡到脖子 就是这样的 现在一夜之间的钱翻过来了 现在大白亚推他没力了 现在大白亚推他没力了 我们这个社会怪不怪 怪不怪 怪不怪 很多那个有法治的国家 你要出台一个什么东西的话 你法律条文拿来看看 你自己这个法律出事的时候 你就首先要考虑自己这个出事 合法不合法 有没有侵犯权力 首先第一个权力在那边 就是要人生平等 自己有很多的权益 有自己的自由 有自己的权益 你这个应该 首先没法的这个是不行的 首先没法的不行的 在美国这里 当时强制幼苗搞得 搞得这么轰轰的 你拨打幼苗 然后社区工作 现在法院判决了 法院判决了 工资补法 重新回去上班 那但是就没上班 工资只要补回来 这样的做法本身就不合法的 因为在法的框架之内 而不是领导业计划 虽然也强制了很久 人家维护自己的权益 这样就维护自己的权益 结果还早就已经成为顾虚实了 早就成为顾虚实了 现在还有一点困难的 就是那些学生 学生还在被学校里 被强迫的阻纳 实际上这也是很多是 也是不对的 也是不对的 侵犯的人权的 只是那些学生 被作为老师的工作 天然好像 拥有了更高的权益式的关照 实际上也是人人平等的 老师和学生应该是平等的 这方面还是 后面还有感情的地方 知道了 好 谢谢